從寬褲跟丁到載褲終於發片了 分享一下堅持不放棄的精神好不好 分享堅持不放棄的精神嘛 就是從13年來一直做的同樣事情 然後都沒有放棄過希望這樣 然後今天終於就是發片了 然後非常感謝很多人的幫忙 然後麥克老師 然後還有泰河集團的幫忙這樣子 然後當然還有我的團員 伊姊還有阿嬌 然後就是希望我們這個唱片可以大賣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東西 來給大家這樣 對啊 剛才今天講好多 我不知道在講什麼 但是對啊 就是我們會用音樂和大家交流 很多人都在問 怎麼現在的風格跟以前有一首不一樣 其實剛才有講到就是 我們的鐵桌堂是我們的廠牌 接下來我們的Players是 廠牌下面的第一支隊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音樂風格 接下來會有更多不一樣的音樂元素 然後音樂類型 會和大家交流 也希望所有喜歡我們 或期待我們作品的 我們一起期待 和大家一起玩爽 對 剛剛在那些VCR裡面有很多大賣 包括周杰倫 對 怎麼樣認識的情況 周杰倫 那時候我之前在鐵桌堂的時候 是在阿爾發唱片 然後就是 杰倫是我的師兄 對 所以就認識了 然後他這次 就是也知道我們發片 然後也很開心 然後就是前一天晚上 然後還傳訊息給我們那個製作人麥克老師說 誒 明天要加油啊 我明天就是沒辦法到現場 但是就是 就是先恭喜你 這樣 謝謝 謝謝周董 謝謝 謝謝 剛剛收到金表金項鍊 嗯 什麼 什麼 金表金項鍊 對 感覺很開心 就是 呃 十三年都沒什麼收入 然後 一下子 然後這都貴重的東西 對啊 很開心 我早中了 對 那剛剛現場演唱這麼精彩 那你們之後會不會有什麼 演唱會的計畫 嗯 就是 一直都有在安排了 就是 不管是在 台灣還有在內地都有 然後我們四月二十二 在上海有一場演出 然後 四月 對 比較大型的音樂節 對 在上海的世貿公園 然後很多藝人 然後我們也很有幸參與到這個活動 對 就是一片的內容 在哪裡寫到 一片內容 就是我們主要音樂風格是走 HIPHOP加EDM 就是現在歐美比較流行的曲風 然後就是比較 呃 玩樂風 比較夜店風 但是有一首也是慢版的 情歌R&B這樣子的感覺 在目前 就是這三首歌這樣 這夜店應該要做哪些事啊 蛤 夜店怎麼樣 要做哪些事 做 聽 聽音樂 哈哈哈哈 這夜店我都聽音樂 只聽音樂 喝酒 酒酒 完全不看異性 可是歌詞裡面好像不是這樣 蛤 誰寫的 蛤 不知道耶 我寫的 呃 我是寫 大 大部分的人是怎樣 是這樣子 對 對 他是怎樣 蛤 把 把 認識 認識 議性 可以的嗎 哈哈哈 對 谢谢大家